找不到源頭那班就最令人擔心的 因為地區也很不同 如果在社區不同地區都找不到線索的個案 社區爆發的風險就比較高 萬一不明耐力的個案繼續上升 又或者是更加多學校的學童受影響 可能3月份的措施要出來 另外室內的人數控制也是很重要 因為最近你看到那些酒樓食肆 事實上是多了很多人 所以如果你的數量繼續增加是不明耐力的話 我相信那個人數限制又要出來了 你每台可以談的 6個也好8個也好 都不可以像現在這樣無限 另一個值得關注就是安勞院舍 經常說在安勞院舍出現很大件事 你怎麼看 安勞院舍因為長者如果感染到死亡率會很高 之前香港做得很好 就是我們1月左右已經不准探 但是近來因為疫情緩和就放寬了 所以也不排除是可能去探訪的人士 將病毒帶進去 又或者是學安勞院舍工作的員工 將病毒帶進去 所以現在即時就應該是暫時不可以探 還有盡快就將那些受影響的老人家 抽樣半看看還有哪些人是有發病的 東網想你看新生座賺分任務 每天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奉取豐富獎賞